1095位于台中旧市区 他们关心着移工的劳动权益和身心状态 藉由举办行动图书馆 移民公司房料理等活动 试图影响大众对东南亚文化的认识 进而提升东南亚文化的普及度 1095的核心宗旨是希望说 在未来的可能10年20年 我们的台湾劳动环境能够改善到 不管是台湾人或是外籍人 是在台湾生活跟工作 都能够感觉到是安全的 是舒适的 然后他们自己本身 也能够有足够的劳动权益的知识 然后可以保护自己 这是我们比较长远的一个核心的宗旨 2017年以前 我们做的活动也很小型 就是户外行动图书馆 然后还有给他们的中文课 还有给台湾人的东南亚文课 所以真正移工的服务比较少 那到了2017年 我们就做了一些比较有规律性的 例如每个月我们会跟移工一起办饮食方面的活动 对那个活动叫移民公司房料理 两个目的嘛 一个目的是卷动移工 然后也让更多的移工群体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能够赔利自己 对 那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想要影响大众 他们的劳动权益 他们对东南文化的普及 认识的普及度 我们去年到今年设计了移工人生这款桌游 然后也让我们有一个角色可以进入到很多学校 我觉得我们这样子的行动啊 的确有让很多很多的老师 他们开始跟我们有接洽 然后也跟我们开始讨论很多后续可以发展的教材 然后讨论移工议题要怎么跟学生一起带方案 10中午社经活动使台湾人认识东南亚文化 对于外籍移工则是从朋友做起 关爱你不认为自己是在帮助移工 反而是作为一个讯息的连接者